这个镜头怎么回事 给它拉远一点 What's going on boys 大家好我是阿邦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视频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 然后这一期 我又回来了 我来回来干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这个时隔一年以后 我不是一年前考了一次 这个加拿大这个PGA的这个职业资格考试吗 他不是那个职业球员 他是类似于一个从业资格证 就是你有这个证书以后 你可能可以从事一些教练 或者反正就是跟高尔夫行业相关的工作吗 然后我不是去年去考了吗 他要来一个这个 就是你要去打一场球 然后就是这个场要求是80干一下 我去年做了一个视频 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这种聊天的 看不看都无所谓 但是去年怎么样 去年打了 我把激发卡 这是去年的分数 去年打了106干 我十字今日都不相信 我居然能打106干 你还敢去考试 勇气可见 哎 我是倒数吗 我忘了 我是不是倒数第一 我忘了我忘了 106干 剧本来了 今天这个剧本更加的炸烈 更加的让我意想不到 我觉得这是我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 到现在打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场球 暂时不会有之前的哪一场球 让我有哪天那么印象深刻 这是一个可怕的激发卡 这是我可怕的激发卡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没有打好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我打多少干 OK 激发卡贴出来了 91干 OK 如果你仔细看这张激发卡的话 你会发现前九栋跟后九栋有巨大的差别 前九栋我打了53干 后九栋我都打了38干 等于说前九栋跟后九栋有15干的差距 前九栋比后九栋多打了15干 前九加17后九加2 总的就是加19 然后91干 然后80干过 让我觉得 我有点 我想我想说说发生了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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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 但是我考过这个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差别 就是因为我首先是那天 我嗯我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我就是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 我可能想太多 但是我也觉得我不紧张 要不是吃饭吃太晚 反正就是我11点多上床 然后就一直睡不着一直睡不着 然后到那个大概到一点钟吧 然后我才勉强睡着 然后整个晚上我都觉得我是醒着的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出头我就醒了 然后我就睡不着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疲劳 但是 就是 就要考试了嘛 就是没办法 睡不着就睡不着 但就是这个完全没有休息好等于说 但我我是一个那种没有休息好 我去打球的话 我基本上就两个字就是白给 我基本上是白给 所以那天我醒来我第一个反应 完了 今天完了 今天 今天 今天今天要炸 今天要拉垮 然后即便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无论是那个 用很冷的水洗脸啊 然后喝咖啡啊 然后就去练习场热身啊 就是我用了所有能用的方法 然后去尝试唤醒我自己的脑子跟身体 但是我好像到就算到开考前那一刻 我觉得我也失败了 就是我还是处于那种非常低迷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一次的考试 然后我第一个洞是打了double bogey 第一个洞的开球哈 第一个洞开球开了个driver 然后直接就往停车场那边就飞出去了 就挂树上就飞出去了 但是那里是个红桩 所以我们可以drop 然后就打了一个double bogey 第二个洞一个part3 一个挺难的part3 我打了个part 我还以为我醒了 你知道吧 但是后来的故事告诉我我还没有醒 然后第三个洞double bogey 第四个洞加3 第五个洞double bogey 第四个洞很搞笑 第四个洞开球的时候 直接开到对面那个树上 然后那个球直接弹树上 然后一个90度的角度 朝左边的那个白桩就飞出去了 等于说第四洞是个3出门 就我已经开始有点沮丧了 然后第四个洞打了个加3 然后第五个洞 是什么造型 第五个洞 是一个很难的洞 然后我开了一杆凑合的球 然后连续两个chunk 最后打了个加2 哇 然后第六个洞又搞了个part 然后第七个洞 打了个double bogey 一个part3 一个很不难的part3 打了个double bogey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你知道 这前面几个洞 我只记得那些开球失误的洞 然后就是中间那些过程 也还记得吧 就有点像喝醉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八个洞double part 一个加4 第八个洞是怎么回事 左边是ob 然后我一个开球 直接top了 然后那球往前 往我左前方滚了30码 然后又滚出白桩 然后就ob了 然后又散出门 到那个时候 我就一定有点彻彻底底的绝望了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没休息好 我整个人没有精神问 就是醒不过来 无论 无论我怎么样尝试 那就是无几于事 然后到 到这个第八号洞 打完了之后 我萌生的今天想要退 就是我今天就是考到一半 我准备放弃的这种想法 我说我要不放弃了 我可以接着再打 我可以打到十六十七栋的时候 然后就说我今天就放弃 然后就积分卡就不交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真的这么打算了 这是当时的打算 但是更深层次的打算就是 我以后来到底要不要打高尔夫 虽然我知道我身体 身体状态不好 但是打成那个样子我实在是有点绝望 我觉得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不能说我是最努力的那个 但是我一定是付出了一些努力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结果嘛 就是一个就跟去年 不会可能靠去年一百零六干那么恶心吧 不会我这一年就还是这个样子吧 我都在开始跟我的这个球童开始聊这个 然后我的球童也说 哎对啊你应该再好好搞一下 再来搞 我们聊就这样 就这种 就是我虽然嘴巴在笑 但是我心里面很难受你知道吧 但是没办法 我那会头一回 我觉得我是认真的考虑 我到底要不要放弃这个游戏 因为这游戏实在是有点 有点难玩 因为你说平时没打好 那我不会那么骄傲 但是这是一场考试 我在这种场合发挥到了这种 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水平的发挥 我 好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的脑子进行了这些一系列的这种打击 这种思考 我开始有点醒了对吧 就就像你突然 嗯 就像有一件事情突然飞到了 呃 就像你的情绪突然受到了刺激 那个时候你会突然 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可能是对吧 就比如说你本来是正常的 但是你收到一个坏消息 你可能会突然变得悲伤难过 好我那会变得悲伤难过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让我很快的就 苏醒过来了 我觉得就是我从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突然被拉到了一个 我很痛苦很难受 我以后要放弃的那种状态 但是呃 我确实醒了你知道吧 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我慢慢苏醒了 然后到第九个洞 ok 也是 嗯 比较 呃 就是就随便打了感觉就乱打 然后 就打了个double bogey 嗯 然后打完了之后 就 我就说啊 那就接着打吧 然后打到差不多十七八我们再放弃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醒了 就我开始跟我的球童开始聊天了 然后 我的话开始变多起来的啊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 诶 我怎么感觉现在的状态跟刚才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开始了后九个洞 然后从第九 从第十个洞开始 我就是 嗯 打了个很简单的part 就是driver 一个铁杆 一个短杆 短切 然后两推 然后第十一个洞 呃 开了一杆高射炮的三毫目 但是离果岭 这是一个右勾腿 看不到果岭 反正还剩个一百五十几 然后 我朝的一个方向大概蒙了一下 然后就打了个八号铁 然后落在果岭的旁边的一个斜坡上 那个超难的切杆 然后又切到果岭上 然后一剩一个长推 啪一下 然后推进了 薄了个part 然后就 嗯 这也行啊 然后 然后第十二洞 一个part 三二三 呃 一百五是吗 一个九号铁 然后pin high 然后大概就 十二三ft的一个推杆 又放到洞口 又tap 又拿了个part 然后第十三号洞 又是个超 又是个开球没开好的三杆洞 然后 呃这个洞更牛逼 我直接说 我直接 我的 我是个右勾腿 然后我前面一对数 然后果岭在右边 我说不行 我要打个slice 把它slice上果岭 然后 我求同说 哎 你要不别这么干 然后我想 我说左边很安全 如果没slice 我也有个短切 对吧 结果是个顺风 就是 确实slice了 但是slice的不够多 如果是逆风的话 那个就绝对上果岭 然后又是一个下坡 高难度切杆 然后又把它切上果岭 然后又是一推 然后连续拿了四个part 我觉得嗯 但是这个这个时候 我的悲伤就 之前说的什么放弃的这些屁话 好像就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了 然后第14个洞 bogey 第15个洞 然后第16个洞 又一个part 我又拿了个简单的part 然后第17洞 开球完美 但是第2端 剩96码被我干净撒坑 what can you do 然后第18个洞 也是很难的一个洞 然后一个driver接一个9号铁 然后剩了一个20ft的推吧 直接把它送进去了 然后抓了只小鸟 然后等于说是后9个洞 36杆 我打了38杆 就感觉这游戏好像突然变简单了 你知道吧 就感觉好像我靠这游戏就 就高浮就好像就那么简单 就感觉那个时候就又有信心了 就感觉OK 好像只要我状态好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但我打完这套比赛 这个 其实我的心情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不管成绩怎么样 最后9个洞 我是发挥出了自己的 比较好的水平 我备受鼓舞 就说不是我不行 只是状态不在 让我坚信了这一点 就是让我对这个东西充满了信心 那如果我要是睡好一点的话 会不会结局会不一样呢 但其实我也不用这么想 但其实如果没有过的话 那就没有到过的时候 就是你该过的时候 自然就会让你过 我就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放弃的话 可能就没有后面这些 如果到一半就放弃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有后面 这样的翻盘吧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翻盘 就是 虽然就相当于 你去打一把游戏 相当于你最后 虽然输了这一把 但是你也打出了你的风采 就你没有什么都没干 就是你做了很多努力 最后输掉 最后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不会输得很难受 但如果就是 像去年一样 就是106 两个53 你就感觉你毫无还手之力 那就会让人异常绝望 所以这一次我的 这是我人生中相差最大的 两个酒洞 我觉得也挺牛逼的 能打出这种分数 无论是高手 还是菜鸟 看了 都沉默了 这人到底是会打还是不会打 是不是换人了中途 但是我又后来我发现 我想起来原来有个朋友对我说 他总是觉得我很厉害 他不是觉得我很厉害 就是虽然我从来我发 就是我平时打球没有很认真 但是他总说 你有一些东西 但是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屌 我总觉得他在吹牛逼 我总觉得他在吹牛 我如果有多屌 我就该体现出来 他说没有 他说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能量 但确实那天之后我见识到了自己的这种 无论是调整也好 还是个人能力也好 我觉得我都看见了 我都自己我把自己给说服了 就是你绝对是有能力的 然后你更多的时候是需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就是抱着那种 你是去赢的那种心态 对 但是我也发现这个高尔夫 我觉得他是运动 我之前觉得他可能偏向技巧 但是我后来觉得 他始终还是一项运动 比如说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样做都无计于事 他不像一个电脑游戏 OK你熬一晚上夜 你第二天早上你动动手指 你还是能打好 就像我原来打游戏 我从来觉得我操作不会有什么 就我觉得我是那个水平 我就可以一直打出那个水平 但是打高尔夫的时候 如果你状态不好 你就是打不到你平时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这个游戏你要想打得好 你得百分之百的尊重他 你得你真的得比如说锻炼升级 按时睡觉有一个好的状态 你才能把这个运动给玩好 如果你光想着OK 没说没所屌位 就是我干什么都可以 就只要我打得好 我就打得好 那不是这样 可能这是我这次最深的影响 如果你想打好球 它会体现在你的这个 就你必须把自己当做一个 嗯怎么说不能那么夸张吗 你必须 它有点反映在你的生活习惯上 如果你早睡早起规律生活的话 我觉得你的球自然打得会很好 但是如果你早睡一天晚睡一天 早吃饭一天晚吃饭一天 你的状态总是不稳定的 你就打吧 嗯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机会啊 可能还有一次机会吧 然后我如果觉得会参加 如果过的话 我也接着回来做这次视频 我这次真的学到了很多 然后 包括我这一年以来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去年 虽然那个 嗯那是我第一次考试 嗯去年我主要是处在一个 OK 就本来打的还凑合 然后我就觉得 OK如果我改一下动作的话 是不是会更好 结果一改 啥都不会了 所以我最后打了个106 那是去年最主要的原因 今年的话我就知道 我不会再乱去掰我的这些动作 就是它是什么样是什么样 但今年发现嗯 状态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 这大概就是今年的分享 希望各位 能 喜欢 然后 希望等我的好消息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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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